终于等到了,看看这天气,连续一株的雨雪天气,这次太阳灯监控可以现原型了,看一下它电量能不能撑一周。 上一次测试只是遇到了一天的阴天,对它好像没啥影响,然后这次呢,一周的阴天,太好了。 这是12号的中午12点,天阴的特别重,电量82%,然后这是下午的4点,电量81%。 早上起来天气阴的就特别重啊,就给晚上看快黑似的,我感觉这种情况下太阳能板它发挥不了多少作用,全靠蓄电池。 上一次咱们测试,但凡天气阴阴这么重,它太阳能板都会发挥点作用,再看一下这是晚上了,10点多,现在蓄电池79%,现在是13号上午到快10点,天气阴的特别重啊,咱们测试就得这种天气测试啊,预报14号,也就是明天,就会下雪。 现在是晚上快7点啊,电量77%,说明啥呢,还是冲进了一点电啊,虽然今天特别严重,哎,又变成76%了,咱们看第二天吧。 现在是14号的凌晨,电量74%,现在看不出下雪啊,或者是下得很小,反正这上看不出来。 这是14号的9点多,正在下雪,地面上温度高啊,都化了,然后车顶上你看都是雪,现在电量67%,这是14号球机派的,你看这个房顶上, 都能看见到雪啊,但是地面上都化掉了,大家仔细往下看,感觉下很大的雪一样是吧,其实没那么大,其实这是球机变倍之后啊,你看着这比较密集,镜头拉回来看一下,它就没下那么大啊。 再看一下太阳灯监控,刚才是9点多,现在呢10点多了,还是67%,看一下下午,这是下午14点17,65%,这是15号,这有点不妙啊,虽然也是阴天,但是和前几天的阴天不一样。 这个呢,没有阴那么重,我感觉这个啊,到下午它肯定也会充满电,因为以前测试过嘛,现在电量是50%多,然后咱们下午看一下吧,这是下午的13点57,果然不出塑料,100%的电量。 经过这两次的测试呢,这个普通的阴天,对这个充满电是不影响的,虽然太阳灯光复板的效率肯定会降低,但是呢,仍然能够充满电。 很遗憾啊,15号,虽然是阴天,这个电量又上来了,像12号到14号,又是下雪,又那种重度的阴天,嗯,像我们这里一年,遇不了几次啊。 所以说,像我们当地的话啊,海康这款太阳灯监控,你不用考虑电池的问题啊,电量电池问题不用考虑。 好了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收看,下期见,拜拜。